进入十月中夏军以来 候鸟迁徙进入高峰时段 在黑龙江省劳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迎来大批候鸟集群 南迁的候鸟在保护区及附近收割后的农田内 休息觅食 场面甚是壮观 据了解 候鸟在黑龙江省有两条重要的迁徙通道 一条是经松嫩平原 另一条是经三江平原 而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的劳力河湿地保护区 在每年的秋冬季节 都会有成群结队的候鸟 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沿着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 飞临劳力河湿地保护区进行中转停歇 这个劳力河自然保护区 它是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腹地 并且也是在东北亚 鸟迁徙的一个重要停歇点上 秋季从俄罗斯繁殖的大量的候鸟 经过本区到我国南方去繁殖 所以在春季和秋季就形成了 数万只燕鸭类基群的 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景观 也是这个季节 也是我们观测鸟类最佳的一个季节 据介绍候鸟群每年秋冬季 经过劳力河湿地时 正值当地农田秋收过后 便于候鸟觅食休息 经过十多天的体能补充后 继续南非至江西鄱阳湖和中国东南地区 沿海滩涂地带过冬 通过我们多年的监测 每年燕鸭类再次通过数百万只燕鸭类 再次停息和觅食 并且这个地区也是丹景鹤 东方白贯白枕鹤等冰尾水鸟的一个重要的繁殖地 我们监测到最大的东方白贯的千禧种群就在这个地区 也就是我们说的红旗岭 脑里河区域的红旗岭地区 当时我们监测到830多只东方白贯千禧群 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保护区内每年都会呈现万鸟席剧的盛况 说明保护区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经保守估计 保护区内现有蜻蜓及本地候鸟可达数十万只 以燕 鸭 灌 鹿 鹤等为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